請吃嘛 太恐怖了 他又超強的嗎 怎麼辦個手法 我有去表演喔 但是他也沒有給我薪水 慘到就是我們連吃飯都有問題 我因為一件十幾年發生一件新聞事件 然後被憲哥罵過 但他完全沒有跟我商量過 他就直接就是跟我說 有一種看要訪問我 那攝影師還說 你不知道要拍秘密嗎 你們沒有喬好嗎 我說我不要拍這個 不管是台灣24小時的頭條 甚至香港到大陸央視 甚至到日本都有這個新聞 等會妳破解 劉謙馬上要表演的魔術就對了 對 我如果去上通告了 就代表我就是那樣子的人了 魔幻千金秀 那些 我們來玩個角色扮演好了 他們會覺得怎麼樣 OK啊 沒有OK 憲哥我請你幫我一個忙 這樣我在落牌的時候 在你喜歡的地方喊停 OK 一二三 來 停 OK好 這樣 這樣配合度還不錯吧 可以 所以你幫我打開這張牌 看一下 好 接下來你幫我放第二張 拿起第二張 這一張嗎 對 好 給大家看嗎 對 這是憲哥幫你選的 好 幫我放在桌上 放桌上 好 憲哥選的是紅心七 陸姐選的是黑桃Q 好 Q卡 好 這一張是因為是憲哥幫你選的 所以非常的重要 請你幫我在上面做個記號 或者是簽名都可以 換一隻魚 Q卡三條線 好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對 三條線就是你 好 那請憲哥幫我把紅心七 放到上面來 對 然後再請露露的 Queen這樣的上面來 對 好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來玩角色扮演了 通常把牌弄亂之後 嗯 牌會出現在第幾張 第一張 通常都第一張嘛 出現在第一張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在第一張 欸 沒有 因為我們角色對調了 你現在是魔術師 我是魔術師了 對 所以請你呢 對他彈個手指頭 這樣 對 沒有聲音 OK 你把憲哥的牌變出來了 不行 對 我們可以露露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變出來了 好 這個是憲哥的紅心七 對不對 那我們就請憲哥幫我們壓著他 保管一下 好 不要跑掉 這個角色扮演換憲哥了 那請憲哥幫我們拿著這支筆 念咒語 綜藝大熱門 年年拿金鐘 好 打開來 OK 打開 剛剛紅心七變成了 太恐怖了 什麼意思 而且還是我畫三條線 憲哥 那你的紅心七呢 那你去到哪裡呢 一直都在你的 拿著的手上 幫我 米蓋打開來 給鏡頭看一下 幫我把它打開來 太噁了 太噁了 哎呦 哎呦 太噁了 太噁了 他超強的啦 對喔 很棒的手法 厲害耶 謝謝Yumi 好強喔 選魔術的這條路滿辛苦的 父母反對啊 然後朋友也會看我笑話 他是覺得 這個可以賺錢嗎 對啊 可以嘛 有賺到錢 因為爸爸媽媽都覺得說 為什麼你不去好好的 就是 找一份工作 找一份工作 然後這個好像有一餐沒一餐的 這能當飯吃嗎 瘋狂的在公司裡面訓練 那這年完全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到我自己還要繳車貸 然後還要繳房租 那公司也一整年都沒有給我 我有去表演喔 但是他也沒有給我薪水 因為合約上面 我那時候就好傻好天真 因為那時候年紀輕 上面那個薪資的比例 他就說 我們依彈性分配 那我問老 我問老闆說 那所以是28還是37還是64 他說公司有賺錢 當然就給你多 公司沒賺錢 那就是沒有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們就一起努力吧 我就說 好好好 結果一整年就都沒有收入 天啊 慘到 就是我們連吃飯都有問題 完全沒有錢吃飯 老闆那時候就在 我們公司附近的那種 很破破爛爛的小間的那種麵店 可能一碗陽唇麵30塊 滷肉飯20塊的那一種 他直接在裡面可能儲值3000塊 然後我們好幾個就是 素食 對 然後我們就 每天中午都去吃那個 30塊的陽唇麵 每天都吃一樣 那聽起來像人蛇集團 對啊 怎麼會這樣 然後也不可以 當時就覺得自己好像乞丐 這樣 這有被騙吧 妳辛苦 妳現在會不會後悔啊 不會 有撞回來了嗎 有 可以的 我因為一件 十幾年發生一件新聞事件 然後被憲哥罵過 可憲哥 妳有簽給憲哥嗎 還是 因為當時十幾年前 有一位非常厲害的魔術師 他就要留錢 然後當時 現在也很厲害 對 對 現在也還 很厲害 那那時候我的經紀公司的老闆 他就覺得說 想要我轉型當藝人 所以想 各種方式想說 看能不能爆紅這樣子 但他完全沒有跟我商量過 他就直接就是跟我說 有一種看要訪問我 然後我想說 好啊 那我就去了 到了現場之後 我本來是穿這樣子 就是 西裝啊 魔術師的樣子 結果他就 拿了更裸露的衣服給我 然後呢 放了一個 那個 一個道具 它是一個箱子 那這個箱子的 魔術效果 跟當時劉謙 即將要公演的一個 預演的魔術 效果有點類似 但是它的道具是不同的 對 但是我到了現場 才知道說 為什麼要拍這個箱子 而且還要拍裡面的秘密 那攝影師還說 你 你不知道要拍秘密嗎 你們沒有喬好嗎 你可以請那個老闆 你們經紀人自己去講嗎 我說我不要拍這個 然後我原本想說要尿蹲 我就說老闆我想要去廁所 結果他可能感覺到 我要落跑了吧 太明顯了 然後就兩個男生 他說來 你跟他去女廁 就跟著我去女廁 然後就等我上完 就進去女廁裡面 對 然後我想說完了這樣 因為我老闆 其實以前有點那種流氓的 就是兄弟的那種 灰色地帶的底 所以他帶的那兩個 也會讓我心生害怕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我還是出來好了 出來之後 我還是跟老闆說 老闆我真的不能拍這個 因為我是真的很喜歡魔術 我不可能去破解 這個魔術的秘密 對 他就跟我嗆名 他就說合約 如果你不照著合約 我叫你做什麼 你不做的話 那你就是賠100萬 那當時我只有20歲而已 所以20歲對我來說 100萬是一個大的數字 那我就也只好硬著頭皮 就拍了 拍完之後 那隔天頭條新聞整個 不管是台灣24小時的頭條 甚至香港到大陸央視 甚至到日本都有這個新聞 等於你破解 劉謙馬上要表演的魔術就對了 那後來就被同行的罵 甚至很多新聞媒體就是開始 比如說就會採訪憲哥說 請問你現在對這件事情 就是去破解劉謙有什麼感想 就說你這個就是不道德啊 真的啊 好做這種不道德的事情呢 之類的 有印象 然後我那時候還很傷心 因為憲哥是我就是最喜歡的主持人 對 但是不知道當時你有這個苦衷 對 但是後來 對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就真的 因為這件事情就爆紅了 所以當時就有非常非常多 當時紅的節目 就是把我通告啊 甚至有排一些廣告要什麼 就是真的就是全部這樣一次來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我如果去上通告了 就代表我就是那樣子的人 那樣子的人 對 然後我就趕快尋求法律途徑 我就寄存真信航 我說我不要 我不要做這件事情 我要給你解約 然後後來我就推掉那些通告 那我覺得時間可以證明一切吧 因為同行的人都會罵我說 你怎麼做這麼不道德的事情 對 我那當時也是剛新出來的一個新人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去認識 這些魔術圈的人去意義解釋 因為我覺得 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爬起來 我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被打敗